本周三 美网男单第二轮 汝德爆冷不敌我国选手张志珍之后 科耶高斯在社交媒体上对纳威人进行了嘲笑 科耶高斯目前正在养伤中 他因严重伤病而被迫退出2023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这些天 澳大利亚人大部分的休息时间都花在社交媒体上 而在昨天 他对苏迪鲁德的出局做出了相当有趣的反应 一位名叫克雷格·加布里埃尔 克格·杰伯利奥的记者在推特上发帖称 鲁德在第二轮以5盘输给了非种子选手张志珍 随后 科耶高斯在回复中贴出了一个大笑的表情符号 暗示这一结果让他大笑起来 公开赛又爆出冷门 鲁德出局 他被张志珍以6比4 5比7 6比2 0比6 6比2击败 加布里埃尔写道 澳大利亚人在评论区里回复了一个大笑的表情 鲁德今年在英迪球场上参加的16场比赛中 输掉了9场 浓威人的糟糕表现相当令人震惊 因为他去年曾在美国网球公开赛 曼阿密大师赛和ATP总决赛上打进决赛 由于最近的实力 这位24岁的选手自2021年10月以来 首次跌出ATP排名前8 名 科耶高斯经常在场上做出出乎人意料的举止 也因其在场外对同僚进行不必要的攻击而闻名 从最近与挪威人的争议来看 澳大利亚人最不喜欢的球员 可能是直言不讳的鲁德 自从两人在2019年意大利公开赛上交锋以来 28岁的澳洲人一直与这位全世界第二不合 有趣的是 科耶高斯因愤怒地将椅子扔到球场上 而被取消了那场比赛的资格 当后来被要求对这一事件发表看法时 鲁德声称 澳大利亚人的行为就像一个白痴 龙威人的言论让科耶高斯相当不满 此后他多次挖掘他的宿敌 2021年 他甚至针对鲁德的母亲说了一句非常粗鲁的话 那条推文很快就被他删除了 但正如古老的格言所说 互联网永远不会原谅 几个月后 科耶高斯在2022年 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上迎战鲁德 这位澳大利亚人随后轻松击败了排名更高的挪威人 然而 这两名球员之间的不合在今年1月份达到了白热化 鲁德在今年澳网早早失利后 这位澳大利亚人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一位球迷的说法 其这位24岁的球员是男子前十名中最被高估的球员 该帖子写道 鲁德是世界前十中最被高估的球员 科耶高斯和他打球的时候 就像在跟一个12岁青少年打球一样 来源网球之家作者火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